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位女神 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 自上一来 不管是票房还是口碑 老炮都是同期电影的佼佼者 冯小刚也凭借出色的表演 获得了金马奖影帝 都说一个男人的成功 离不开背后默默服出的女人 在这个男人扎堆的电影里 唯一的女主角许晴 就显得特别的亮眼 最近许晴就做客了金星秀 不知道小公主遇上麻辣金姐 会蹦创出什么样的火花 咱们去看一下 谈起自己的新角色 早已身经百战的许晴 似乎也是遇见了心探路一般 影片中由她饰演的画匣子 风情万种 蓬乱的短发夸张的举止 一扫往日许晴固有的 娇羞小女人形象 作为曾经的江湖大哥 六爷的女人 她重情重义 即便当年的英雄老了 她还是愿意 静静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哪怕是处理一些 家庭中的琐碎事 都说戏如人生 电影一开场 穿着浴袍 湿着头发的许晴 不失粉黛的登场 让人很难想象 眼前这个肤白貌美的女人 已经46岁了 就像六爷的评价那样 这姑娘浑身 透着一股北京妞儿的灵气 招人喜欢 现实生活中的许晴 又何尝不是呢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许晴 从小就是被爱包围长大的 是的 千真万确 是我长这么大 一直在一个爱的怀抱里面 我可以选择我的朋友 选择我的工作 我的角色 全是我在选择中 所以都是爱的 那个爱就是我有个特别 就是我的撒娇土壤 是特别宽广 所以就一直是在甜蜜蜜中 都说相由心神 能有如今这般不老的容颜 和开朗乐观的个性 向来和从小养尊处优的生活 不无关系 因为我一直是生活在 18岁16岁学生时代 你要看看你的身份证 你不要老以为你16岁 就是因为我永远忘记年龄 就不想年龄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年龄 是被灌输的一个概念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 极美貌与疼爱于一身的许晴 竟然用榴莲来形容自己 因为我的性格 就是喜欢的 闻到味道都会迷醉的 不喜欢的 就烦死的 对 就是两极分化 爱榴莲的特别爱吃榴莲 就是讨厌榴莲 你捐知谁榴莲 这是你因为是做了真人秀以后 以前没有这么说 此话不假 由于家境英时 个性低调 出道多年来 许晴在影视圈里 一直是个另类的存在 观众对她本人的了解 可谓少之又少 但是从2014年开始 因为参与了一档真人秀 观众开始慢慢领教到了 许晴不为人知的怪异 几期节目下来娇声惯养 小张把护成了许晴的代名词 任性的处事态度 让许晴漂亮的脸蛋 和公主并三个字 牢牢联系在了一起 这回她参加金星秀 就有不少网友 呼吁霸气的金星老师 能够手撕了许晴的坏脾气 可没想到现场竟然是这样的 这么广大网友 这么希望我去思想工具以后 我看一看吧 我这么一看以后吧 我被她拽过去了 在真人秀状态里边 就她在真人秀状态里边 这叫真人秀 不是演的电视剧 那真人秀 我就真性情嘛 我干嘛 大家好 大家好 咱们也不是什么人民公社的 对吧 所以她就说我不喜欢 我就觉得上一期挺好玩的 妈呀 这话哪儿不错了 万一我说得挺好的 我把我的态度表明了 想看我手撕她 下辈子的事 千万别以为金姐 这是在节目上说的场面话 私底下的金老师 不但和台上说法一样 甚至还有一种 相见恨晚的感觉 别人都以为我会撕手 手撕许情 没想到我们是同道中人 我们都保持自己的个性 对 连金星都认可的女孩 想必也一定受到 不少男生的欢迎吧 但经历过感情上 浮浮沉沉的许情 在选择男友方面 可是比一般小女生 理性的多 我独人 其实我要的男人 就是要深情 我要的爱情 就是神韵 新闻在线 点击吧